近日第十八届中共中央第九轮巡视的十个巡视组 对第二批二十一家单位进行巡视情况的反馈 其中中共中宣部被点名通报了若干问题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中宣部遭巡视组点名 这是否暗示着习近平将对文宣系统进行大整顿呢 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资深媒体人陈杰仁来听听他的看法 陈先生你好 你好 周深各位听众你们好 你好 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文宣系统可以说是事故频发 那么这次巡视组在通报中宣布文宣部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就提出四个意识有待加强 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预示着习近平有意要对文宣系统进行大整顿呢 那如果说要整顿文宣系统 您认为习近平会最先从哪里入手呢 我觉得从这一次巡视组的这种反馈意见 就是说习近平一定会整顿文宣系统 这个话可能还为时过早 因为我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现在每一次 每一轮的巡视 每一个巡视组对每一个地方的巡视 最终都会讲出一大堆的问题出来 那么不管是对于中宣部系统 还是对于各个省 后期单位或者是一些央集 都会讲出很多问题 那么作为文宣系统 它就是管文宣工作的 如果说要讲它的问题 我觉得巡视组也可能是 主要是从它的这个职责出发来讲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呢 应该是符合这个 巡视反馈意见的一个常规 也就是说一定会给它找出一些问题出来 那么我的第二个理由是 文宣系统要不要整顿 现在不是看习近平一个人的意见 还是要看整个文宣系统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效率 那么现在来说实际上总体而言 中国大陆对于整个这个文宣的这种管控 尤其对于媒体的管控 还是比较的有 他们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要整顿文宣系统 这个话还是有点维持过早 第三个理由就是说 文宣系统长期也是党最重视的一个系统 那么一直以来 他们的控制还是非常紧密的 说所谓的要整顿文宣系统 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的 还是外界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那么刚才您提到说文宣系统 其实现在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外界有些传言说 这个根据现在文宣系统的一些做法来看 像是说刘云山主管的这个文宣系统 在用高级黑的方式来捧杀习近平 那么刻意地对习近平进行这种文革化的宣传 来为习近平可以说是这个挖坑搅局 那么这也引发了习近平的不满 有意要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当中 来削弱刘云山的势力 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央巡视组 这次对中宣部的通报批评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印证了外界的这些传言呢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所谓的这个高级黑 这么一种说法 只是外界的一种分析而已 我认为并没有确凿的依据 并没有一个严密的一个逻辑 自圆其说的逻辑 而我认为实际上 所谓的这个高级黑 可能是一种误解 因为实际上现在包括习近平在内 就是整个中共他急需树立一种权威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希望打造成为继毛泽东之后 又一个最权威的领导人 他确实也喜欢这样的一种 个人的一些权威的树立 甚至有人也认为这是一种个人崇拜 那么文宣系统在结合这些事在做 那么不能认为是高级黑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现在在党媒系统内 做这些个人的崇拜也好 做一些这个受力权威的东西 他们有很多的话是说得很过头 那么这些话并不一定是刘云山的意思 可能是在这个中共文宣系统内部 他们做事情就是按照老套的方法来做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最终会让这个外界感到逆反 因此我觉得就是文宣系统的这种个人的 或者说是一种具体操作环节的细节 并不等于一定是刘云山的意思 或者是他的错误所在 那么陈金杰先生 这个文宣系统除了对习近平 有这种个人形象的树立之外 我们最近注意到 他开始对于这种高校的思想 包括学生和高校教师的思想 就都进行了管控 那么也受到了外界的一些批评 那么您认为这次这个中宣部对 巡视组对中宣部的这种点名的批评 是不是也存在这方面的原因呢 确实是 就是中宣部系统就是过去 对于高校的学生意识形态工作 还是一直在控制 尤其在六四之后 对于这个高校老师言论自由的一些 说法的限制 对于学生的这种历史 有选择性的一些隐瞒和洗脑 这个都一直是在存在的 但是可能离中共内部的一些领导人 个人的一些想法还有差距 他们巴不得中国的所有的大学生 都按照党的思维一起来说话 按照党的思维去思考 按照党认可的方式去歌颂共产党 那么离这个目标确实还有距离 所以巡视组这次对于中宣部 有关于大学生思想工作的一些批评的话 应该说体现出中共高层 对于目前大学生思想自由状况的一种甘忧吧 好的 谢谢陈杰仁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